苗栗檢警侦办选举堵盘的案件 在检察官指挥之下 缤纷多路前往台北台中 凌晨在台中市北屯区一处据点 攻击之前 先在附近一家超商前集合 大批人员砸破门窗指导现场 民众募集吓坏了 还以为是遇到帮派巡仇 吓得赶快报警处理 两辆巡逻车快速抵达现场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出任务 一群人穿着便服 半夜十二点突然冲入机车行 缤纷两路接着到隔壁 朝玻璃门狂砸 当场玻璃碎片掉满地 目睹过程老板吓坏了 就怕被波及 老板赶紧拉下铁门 同时报警处理 另一个画面 民众拍下大批人员 在一家超商前聚集的画面 没多久台中市警方 开着两部巡逻车快速抵达 双方就在大马路上对峙 对方这才表明身份 原来是苗栗检警跨去办案 现场一共带回十三人 有男有女还查扣数十台电脑 点钞机以及现金九百万 检警大半夜工间 逮人闯入人家店内 还被民众误以为是黑道寻仇 搞了个大乌龙 嫌犯的车辆因为围停 一早早脱掉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天津路 三段这个地下室 满地的玻璃碎片还看得到 根据了解现场被查扣的电脑 网页就停留在下注总统候选人投票率 警方同步扫荡 除了台中同一时间在万华区 也查获另一个博弈据点 现场查获八名女性核官 他们说公司声称是帮忙澳门赌场培训 表现优异就能派遣到澳门赌场担任核官 每月薪水十万起跳 以为只是线上模拟练习 不知道已经正式上线 帮博弈网站操作赌盘 记者综合报道